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看起来比一年前更可能走向软着陆 但是仍不能排除温和的衰退风险 有两股力量或许会把美国的经济推向衰退 他说第一个风险是美国经济不着陆的可能性 也就是GDP成长持续火热 核心通膨也高居不下 联准会只能继续升息 这会让金融状况过于紧缩 让美国步上衰退 第二个风险是 以色列和以哈冲突 扩制中东以及其他地区的可能性 促使产油大国伊朗等介入 若是如此 油价会最多爆充50% 将会引发类似 1970年代的停滞性通膨震撼 酿成衰退 他强调股市似乎尚未计算这些风险 预料以哈战争不会蔓延的投资人将会倍感震惊 要是冲突扩大 股市可能会延续近期的修正走势 并且衰落熊市 与此同时投资人冲向美债 Bond等安全港的避险 或许会让债券的殖利率暴跌 另外芝加哥市长Johnson在2024年 编列了1.5亿美金的经费 作为安置无政客的开销 然而这笔经费明显不足 因应需求 芝加哥的纳税人监督组织公民联合会Civic Federation 以及市政府预算专家表示 如果芝加哥仍然无法取得伊利诺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金援 他们就可能被迫动用储备基金 从而违及芝加哥的债券评级 增加了该市的借贷成本 公联会为芝加哥历史最久最受尊重的纳税人监督组织之一 对该组织芝加哥不久前提出的年度议算进行审查后 表示对Johnson的支持计划是优喜参办 拨款1.5亿元作为安置无政客 恐怕恶化芝加哥预算的缺口 那么他们的预算主任Annette Gussman说 如果没有州政府和联邦经费的支援 那么芝加哥可能会被迫动用储备的基金 那么此举将会降低该市的债券评级 进而提高该市的借贷成本 除了芝加哥之外 另外丹佛市休斯顿洛杉矶等五位市长 还有纽约市在11月2号一起到了华府 向拜登政府以及国会施加更大的压力 要求提供更多的联邦援助 来协助应对日益严重的无政客危机 那么发言人说五位市长11月2号 与白宫政府事务办公室的主任 Tom Perez会面 目前芝加哥在安置无政客住房 与其他服务的地方所面临的压力 日益沉重 芝加哥的大部分无政客是来自委内瑞拉 他们出于各种原因寻求庇护 那么Johnson的团队一直在伊利诺州州政府 联邦政府寻求财务援助 以帮助支付庞大的无政客安置与照顾费用 强森的政府日前在未告知12区的区长和居民之下 悄悄地与芝加哥市华人聚集的布莱顿公园 Brighton Park开工建造芝加哥第一座无政客的帐篷银 引发该区居民强烈反对 包括华人在内的民众至今仍在工地日夜抗议 在Johnson主导之下 芝加哥市议会一号还试图在芝加哥城南区建造了第二座帐篷 来进行表决 但是该区的区长坚决反对而暂时严割了投票 芝加哥市议会二号还计划举行全员投票 决定是否把芝加哥要不要继续成为Century City 立业入明年三月选举的公投项目 那么到目前为止 已经在芝加哥有超过一万两千名无政客涌入 还有约三千名仍然睡在警局机场 Johnson市长对此表示 芝加哥在安置无政客方面已经是不堪重负了 另外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通过向以色列提供143亿美元的援助计划 这代表美国对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的强有力的回应 也是新任议长Mike Johnson的立法小胜利 周四众议院按照226票对196票 遵循党派路线通过了对以色列的援助计划 共和党基本上投下赞成票 还有12名民主党加入了共和党 但是大部分民主党仍然投下反对票 这个援助计划只保留了拜登政府对以色列的援助款要求 没有考虑拜登提出的总额1060亿美元 包括对乌克兰和台湾等的一揽子援助 因为两党分别控制国会两院以及拜登总统表示 要否决该立法使得这个援助计划通过的前景变得复杂 星期四通过的一揽子计划与常规不同 Johnson要求减少给美国国税局143亿美元资金 用来给付给以色列的援助费用 给国税局增加的资金是拜登标志性的立法胜利 中的内容 保守派一直批评为税务执法机构提供额外的资金做法 而支持者则表示 为国税局提供更多资源将透过追讨税款来削减联邦赤字 共和党的抵消性削减法案还是打破了先进 因为国会通常不会削减其他的项目来给付紧急支出 为此民主党谴责该法案 因为他们担心这个紧急情况资金提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Johnson表示 共和党的一揽子计划将为以色列提供自卫所需的援助 解救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 并且铲除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 他否认将以色列援助与削减开支挂钩是政治游戏 坚称此举是为了回归财政的责任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的遗体于昨天在北京火化 台湾联电创办人曹新成三号发文质疑 中共跳过了司法相减程序迅速火化李克强的遗体 有湮灭证据的嫌疑 证明中共处理方式有如黑社会 11月2号李克强的遗体告别式在北京八宝山殡议馆大礼堂举行 当日李克强的遗体也在此处火化 八宝山公墓附近上百名民众站在路边向路过的邻车喊话 大批警察和黑衣人在场监视民众的一举一动 其间一名女子在附近街头遭到便衣捂着嘴强行带走 台湾联电创办人曹新成三日在脸书发文 正常国家若有人被怀疑是非自然死亡 规定都要经过司法相减以厘清死因 那么他说李克强的死因堪疑 海内外许多人都认为他是死于谋杀 结果中共当局不经任何司法相减的程序 迅速将他的遗体火化 有曹菅人命后湮灭证据之嫌 其去世和所谓抢救过程不仅不准媒体采访 而且严格压制网上评论 更显得诡异和心虚 李克强曾是中共第二号权力人物 曹新成认为连第二号的人物死亡 尚且被如此草率处理 证明中国政府绝非正常国家 逝世处理方式有如黑社会 黑社会的特征就是无法无天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无视司法程序和人民的权利 再来看一下以哈战争方面的消息 以色列国防军已经进入加沙市 完成了围堵哈马斯主要作传部队在地的行动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 Daniel Hagari 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在包围加沙城之后 海军舰艇和飞机正在协助步兵和装甲部队 打击哈马斯的指挥中心 火箭发射场和其他的基础设施 Hagari表示 战斗工程师也在努力清除爆炸物和其他的危险物 以帮助士兵能够在加沙地区更自由的行动 他谈到以色列部队正在近距离战斗中消灭恐怖分子 无论在哪一个战区 即使困难重重 以色列国防军和士兵都处于优势地位 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在进攻加沙市之前数小时 与士兵合影 他表示 这些部队已经准备进攻并且夺取胜利 之后 纳坦亚胡在社交平台X上写道 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 另外 在昨天 FTX创办人 Sam Beckerman Fred 被纽约陪审团判定有罪 这一句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刑事判决 可能让这位前加密货币的大亨入狱数十年 在曼哈顿联邦法院由九名女性和三名男性组成的陪审团 在经过长达一个月的审判后 于昨天晚间做出了裁决 判定SBF所面临的七项刑事罪名全部成立 SBF就是Sam Beckerman Fry 是检察官所称的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金融欺诈案之一的主谋 被控从他的加密货币交易所FTX窃取存款 为他的加密货币对冲基金Almeda Research的高风险 押注提供资金 检察官还指控SBF向美国政客输入捐款 以及为他自己和他在巴拿马的员工奢侈的生活提供资助 检察官指控SBF犯有电汇欺诈 串谋电汇欺诈 证券欺诈 串谋证券欺诈和洗钱等罪名 在审判过程中 检察官称他出于纯粹的贪婪 从交易所的客户那里窃取了80亿美元 这一个判决是在FTX破产将近一年后所做出的决定 这家公司迅速崩溃震惊了金融市场 那么SBF个人的财产估计是损失了260亿美金 这次定罪标示着美国司法部门和曼哈顿联邦检察官的 Damian Williams的胜利 那么Damian Williams将根除金融市场的腐败 作为他首要的任务之一 好的亲爱听的朋友 谢谢您收听美剧为您播报 编辑播报的美国以及世界重要新闻 在这边特别感谢世界日报 以及大纪元所提供的资料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五和weekend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